为使地级测量相关规定与时俱进 符合实务执行需求 内政部112年1月13日修正地级测量实施规则及收费标准 并于112年5月1日施行 接下来为您介绍土地篇修正六大重点 申请鉴戒时指定需鉴定之介质点 申请人申请鉴戒案件时需提供指定待鉴定的介质点掠图 土地付账归费以量计价 规费等于基本费加施测费 基本费一土地面积多寡分级计征 施测费一申请数量多寡计征 免贷自备戒标 由地政事务所测量人员 于测量时一现况免费提供合适的戒标 供申请人买设 戒指调整 申办戒指调整的原则 第一点 调整后地界限应减少 第二点 申请时需减附双方所有全人协议书 规费以调整地号面积总和计价 增面位置勘查项目 土地所有全人如不清除土地概略的位置 可向地政机关申请位置勘查 勘查费每笔土地500元 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 过去土地所有全人间接产生纠纷时 只能透过司法机关循民室诉讼的方式解决 法规修正后 可以依仲裁法提赴仲裁 或依乡正式调解条例申请调节等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 该机制具有和法院判决相同效力 更是省前省时的新选择 建物修正三大重点 申办建物第一次测量 因减负GJB格式电子档 电脑绘图方式办理建立建物项量档资料库 以共通格式电子档 GJB建档 转绘建物位置图因减负金签证之建物地 及测绘资料 建物位置图才转绘办理者 因减负金实地测绘 且由建筑师或测量技师签证之建物地 及测绘资料 如位角交则需加角建物位置图测量费 由地震机关排定时间到场测量 建物测量规费调整 收费项目及费额调整 it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